在九江五宁县的里西镇排楼村的路口 有两车发生相撞 有个六岁的女孩和家人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里 事故现场大货车停在路边 与之发生碰撞的面包车车头严重受损 扭曲的零部件导致被困人员无法动态 经过消防人员的破拆 驾驶员首先被送上了救护车 很快受困女孩也被成功解救 目前车上三人都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